近日有网友曝光了肖战和以家人知名小演员在王牌部队现场互动的故事 温柔的肖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 小演员徐瓦罗在王牌部队中饰演顾一野的儿子顾小飞 众所周知肖战是一个很喜欢和人聊天的人 所以在拍摄王牌部队的时候肖战很喜欢和他聊天 有一次肖战问他都拍过什么戏 他说自己拍过以家人知名 肖战立马接话说我知道你演得很好的和肖战一来二去聊多了 徐瓦罗也打开了话匣子 他又主动对肖战说自己还演过陈情令 这倒是吓到了肖战 因为在他的印象中自己并没有在陈情令片场遇到过他 他问徐瓦罗为什么自己没有见过他 徐瓦罗表示自己出演的是陈情令方外片的电影 肖战听到徐瓦罗的回答后便立马开始逗他 说他是个老演员 而且逢人就说他是个老演员 像炫宝一样 徐瓦罗说自己演过陈情令 肖战立马笃定的问他为什么自己没有在现场遇到过他 可见他记住了每一位出演陈情令的小朋友 虽然肖战并不一定真的看过以家人知名 但是他会第一时间给出回应 给小演员充足的信心 以家人知名的编剧曾在这部剧开播的时候 喊话肖战粉丝表示不希望他们来看自己的剧 以家人知名的热度之高众所周知 所以肖战粉丝被编剧抵制一事 在当时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由此可见这件事情 肖战以及肖战团队不可能不知道 但是当他得知徐瓦罗演过以家人知名后 他的第一反应是夸奖 是称赞王牌部队拍摄的那段时间里 二二七事件还没有完全结束 肖战依旧处在阴霾中 可是他仍然积极阳光地对待身边每一个人 他从不吝啬对他人的夸奖 无论对方身份高还是低 他永远会与他人为善 会努力记住每一个与自己合作过 有过美好回忆的人 肖战 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 关注我 掌握娱乐新资讯 请不吝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